崇祯三年8月16日,明末帝崇祯皇帝朱友简对外宣布,寄疗总督袁崇患勾结后金谋反,以谋反罪将46岁的袁崇患灵池处死。 这一天,袁崇患被押到京城的刑场西市,接受灵池处死之刑,整个行刑过程袁崇患被刮了3543刀,而当时京城百姓都认为,崇祯的圣旨是对的, 以为袁崇患勾结清太宗皇太极,致使满洲八旗兵洗劫了京师周围,因此对袁崇患无不憎恨,处于激愤的无知百姓争相购买袁崇患身上寡下来的肉,很快袁崇患身上的肉就被售卖一空。 激愤的无知百姓吃袁崇患的肉之前还要骂他一句,临死前袁崇患看着这些激愤且无知的百姓, 他长叹一声,随即感慨说道,一生事业总成功,半世功名在梦中,死后不愁吴勇将,终魂依旧手撩动。 袁崇患死后,由于身上已经没有皮肉了,只剩下一个脑袋被挂在旗杆上,等待次日传手九边,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第二天袁崇患的脑袋竟然不见了,崇祯得知后自然是震怒不已,令人调查这件事,可最终却也没查出个结果。 直到一百五十多年后的清高宗乾隆皇帝时期,才终于知道,到底是谁敢冒着违抗崇祯圣旨的风险,偷走了袁崇患的首级。 袁崇患对明朝的忠,却换来了凌迟处死的结局。 袁崇患是广东东莞人,他读书很优秀,考中了进士,被授予福建少武之县,但是他不是个安分的读书人, 他一届书生,偏偏不爱从政当文官,有一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军旅梦,在明熙宗天启的朱游孝时期, 他利用进京大忌之机会,主动申请出山海关区戍边,从此开启了他的戎马生涯。 在辽东前线的五年时间里,袁崇患迅速从支县升迁成了纪辽总督。 其升迁之速度就如同坐飞机一般,这也说明了袁崇患卓越的军事能力,也确实如此, 在他死前两年就给朱游简提出过五年评疗的策略,朱游简对他是颇为信任和器重, 他也被尊为挽救大明的晴天遗祝。 袁崇患也确实不负朱游简的期望,先是击败清太祖努尔哈赤取得了宁远大姐, 后又击败清太宗黄太极取得宁锦大姐,能先后打败努尔哈赤和黄太极父子, 可以说当时的大明东北前线上就靠袁崇患一人之称,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随着崇祯二年几次之变爆发。 黄太极绕道蒙古突袭京城,这让朱游简对袁崇患不再信任, 最终将袁崇患处以极刑,那么是什么让朱游简必须要把袁崇患处以极刑呢? 其实造成袁崇患之死的因素很多,但主要就是四点因素。 第一,袁崇患本身有很大失误。 袁崇患本身有点喜好自夸自大,他向朱游简夸下过海口, 曾说五年赋了,结果第二年黄太极就打到了京城附近, 这让朱游简如何信任他。 再有袁崇患本身比较焦躁,他书生带兵不能服众, 皮刀总兵毛文龙对他不是很礼敬。 因此他为了立威,在没有得到朱游简完全同意的情况下, 擅自以朱游简的名义将毛文龙斩杀。 毛文龙镇守的皮岛是朝鲜给出的地盘, 位于后金政权的后方,虽然面积不是很大, 但囤住有两万多兵力,地势险要, 可以牵制后金的后方,有毛文龙的存在, 后金想出兵就得考虑一下,必须得提防毛文龙。 袁崇患的想当然以为诛杀毛文龙后, 就可以让皮岛上的守军完全听命于他, 可他低估了毛文龙对皮岛的影响力, 在毛文龙死后,皮岛驻军人心涣散。 甚至还有不少军官带兵投降了后金, 因此皮岛也就逐渐失去了战略意义。 而在皮岛失去战略意义后, 黄太极才能肆无忌惮地率领八旗军围困京城, 在黄太极围困京城时,袁崇患率军持援, 他的老上司孙成宗给他下令, 让他不妨在冀州、顺义、三河一带, 阻击黄太极的军队。 可是袁崇患却没有执行, 袁崇患知道八旗铁旗长于野战, 他一路紧随黄太极的军队后面, 没法一兵一卒阻止黄太极沿途烧杀截略, 而是等到黄太极到了京城下面时, 他才利用城坚炮利的优势与黄太极交战。 但是袁崇患没有想到他对面的尖城是京城, 他作为边疆擅自率军到京城, 已经触犯了大忌, 孙成宗让他沿途不防, 就是怕他擅自带兵入京, 给人以弹劾他的理由。 所以当袁崇患即便击退黄太极后, 京城的大门始终不向他敞开, 即便他浴血奋战, 朱有俭却不允许他的军队进城休息, 最后甚至直接将他抓捕, 因此袁崇患本身有失误, 也给朱有俭杀他制造了理由。 第二,黄太极施展了反剑计, 在明末时期很长的时间里, 明朝的官民都认为, 袁崇患确实与黄太极有勾结, 认为他背叛大明, 有卖国嫌疑, 直到后来, 清朝入关统一天下, 清朝才公布了黄太极时期的史料, 原来黄太极是效仿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周瑜设计, 离间曹操诛杀了擅长水战的水军都督蔡茂和张允之事而来。 据《清太宗实录》记载, 黄太极故意将两名被俘虏的明朝太监, 附近积压,在这时期, 黄太极又在金帐中对清朝将领透露出了与袁崇患有密约, 并故意让两个明朝太监听到。 随即将两名太监先后释放回明朝, 就这样, 两名太监就对朱有俭汇报了黄太极与袁崇患有密约的事, 让本就性格多疑的朱有俭猜猜忌袁崇患与黄太极勾结。 第三,朱有俭本身十分多疑猜忌, 虽然朱有俭不算是昏君, 明朝也不是因他而灭亡, 但是朱有俭当皇帝肯定也是有问题的, 那就是朱有俭这个人刻薄寡恩猜忌多疑, 他对朝臣很不信任, 在位十七年杀了包括袁崇患在内的七个总督, 十一个巡抚, 可见他对朝臣是十分猜忌, 也正是因为朱有俭为人多疑猜忌, 才很轻易地就中了黄太极的反贱计诛杀了梁将袁崇患。 第四,小人陷害, 凡是忠臣被杀死, 其中大多有小人作梗, 袁崇患之死也不例外, 当时的礼部尚书温体人响入内阁, 温体人为了把与袁崇患关系亲密的内阁赐府乾隆熙拉下马, 他叛乌乾隆熙与袁崇患合谋擅自诛杀毛文龙, 这促使朱有俭决定抓捕袁崇患。 如果说温体人是促使了朱有俭抓捕袁崇患, 那么促使朱有俭最终处死袁崇患的人, 就是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庭栋, 袁崇患的战略思想与兵部尚书梁庭栋完全不合。 梁庭栋一直反对袁崇患对后金和蒙古的战略, 所以当袁崇患被抓之后, 梁庭栋迅速搜集袁崇患通敌的罪证, 给袁崇患制造出了一大堆通敌的人证, 最终使得朱有俭必须杀袁崇患而后快。 主要就因为这四点因素, 致使朱有俭在没有实质性物证的情况下, 仅凭一些人证就草率地对袁崇患做出判决, 以谋反,通敌,卖国之罪,将其凌迟处死。 想一想,如果袁崇患真的对明朝不忠, 不可能在他被捕入狱后, 他的部将祖大寿带兵返出京城, 朱有俭君臣束手无策。 最后只能请他写亲笔信, 劝祖大寿重新回归, 他再没有得到崇祯明确承诺释放后, 就直接写信劝祖大寿重回京城护卫大明。 可见他根本没为自己想过, 一直考虑的是如何保卫大明, 可连忠于大明的袁崇患就这么被杀了。 蛇家一役守护袁崇患将近四百年。 袁崇患死后, 他的妻子皇室愤怒地投河自尽, 他的侄子袁兆熙以及小妾阮氏和两个女儿被流放云南, 其弟袁崇玉逃跑下落不明, 本来就没多少的家产也被超没。 由于袁崇患一生无子, 其侄系侄子也被抓了起来, 所以在他死的当天夜里, 他手下曾有一位广东籍幕僚参谋蛇明德传说的名字, 史称蛇一世, 冒着被满门抄斩的风险, 连夜偷偷将他的脑袋偷了出来, 安葬在其京城家中的后院。 此后, 蛇明德辞官归家, 只为袁崇患守墓, 一直到蛇明德去世, 临终前, 蛇明德给了子孙三条遗讯, 第一, 把自己埋葬于袁将军墓前, 让自己能陪葬袁将军, 第二, 袁将军为了保卫国家, 而没有子孙后代, 蛇家后人不许回归广东老家, 要世世代代为袁将军守墓, 第三, 蛇家后人永远不许入朝为官, 但必须要读书之理, 就这样, 蛇家后人从此就一直替袁崇患守墓, 而袁崇患守姬下落之谜, 也一直有蛇家后人世代口口相传保密, 就这样一百五十多年后, 在乾隆四十七年时, 乾隆皇帝下旨经表袁崇患的忠烈, 并派人在全国寻找袁崇患的后裔入朝为官, 这时候, 蛇家人才终于说出了世代替袁崇患守墓的事情, 也终于能光明正大的祭拜袁崇患了, 由于袁崇患已经绝后, 再加之乾隆感念蛇家人重情重义, 于是乾隆下旨, 让蛇家人顶替袁崇患后人入朝为官, 但是蛇家人却以祖训不得为官为由拒绝了乾隆征兆, 乾隆感慨之下, 太人修弃了蛇氏家族在广东的祖坟, 并重新修缮了袁崇患墓, 在乾隆的孙子道光时期, 道光皇帝再次下旨, 经表袁崇患的忠烈和蛇家的重情重义, 并拨款修建了袁崇患祠堂, 让蛇家人可以更好地祭祀袁崇患, 到了清末民初时期, 康有为等社会名流纷纷捐款, 又重新为袁崇患和蛇明德树碑栗赚,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 蛇家人还在继续替袁崇患守墓, 但是进入新中国后, 蛇家人为袁崇患守墓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, 最先是1952年时, 北京市进行城市规划改造, 城区内所有墓地包括袁崇患墓都要被迁移, 蛇家人为了保存袁崇患墓, 四处奔走求助, 恳请政府保留袁崇患墓, 后来李己申, 刘亚子, 张世昭等政界名流被蛇家人的重情重义所感动, 他们联名给毛主席上书, 请求保护袁崇患墓, 毛主席本人对袁崇患终居爱国精神也很感动, 因此毛主席特批让时任北京市长彭真保留袁崇患墓, 并且市政府还出资重新修缮了袁崇患墓和蛇明德墓,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时, 在那特殊的十年时期, 袁崇患墓被红小将以破四旧为名给拆毁了, 蛇家人也受到了斗争, 当时蛇家人本是第十七代的男丁, 但是由于受到斗争, 他只能离开祖辈守护的袁崇患墓, 可是他的堂妹蛇佑之女士, 却坚决不肯离开祖辈守护的袁崇患墓, 就这样蛇佑之的堂兄被迫离开了, 把守护的重任交给了三百多年来第一位蛇家女性守护人蛇佑之女士, 即便在困难蛇佑之也没想过离开袁崇患墓, 他的丈夫焦丽江先生也是默默地支持他, 蛇佑之与焦丽江婚后, 先后生育了女儿娇颖和儿子娇平, 一家四口人只能挤在袁崇患墓旁边的一个二十平米羊圈改的房子中, 曾经焦丽江的单位给他分了楼房, 焦丽江就想带着妻儿一起住进新楼房, 但是蛇佑之却宁可与丈夫离婚, 也不肯搬离袁崇患墓, 他坚持要遵守祖训守护袁崇患墓, 焦丽江从最初的不理解, 到最后慢慢理解妻子并支持他守墓, 工作之余, 他们夫妇不仅带着子女给袁崇患扫墓, 还向子女讲述袁崇患中军报国的事件, 袁崇患以中军爱国名传后事, 蛇佳人则以重情重义感动世人, 可以说袁崇患的事迹和蛇佳人的事迹 完美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忠义二字, 换言之, 蛇佳人守护的不仅仅是袁崇患墓, 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。